当当当当老花一开箱评射的第19期啊 这个又是数千了 看到吧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 从数千买花的话 只要带着这种标的 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啊 这个都是经过有关部门备案的 所以说不要总是说人家不好 好吧 好 然后呢 咱们也打开看一下 描情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是木本的一个海棠 长寿罐 价格是17块钱 在陶店里面买的 在某宝上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了一张纸 这是一个发佛单 我以为给了我惊喜呢 这个种品好像是草虫子啊 这是什么种子啊 不是肥料 有的花友认为这些是肥料 有的花友就什么呢 人家送点什么东西 他就想着给用上 他就总感觉吧 哎呀反正是送的 哎呀不用白不用 就那种感觉 然后呢 这个呢感觉我个人感觉呢 就是他可能是嫌原本的这个土 会比较重啊 这个土球 然后呢给打散过吧 咱们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了 这看直播买的吗 啊 就现在能够买的花也就这些个 我总是说怎么就十几二十块 十几二十块 其实也是想买一些贵的 贵的呢 现在都发货的很少 你像我们家辣梅跟北美东青 你看很多话老是抱怨的 你这个为什么总是弄一些便宜的过来拍啊 没有一些贵的吗 贵的是有啊 不过的话现在发货的也比较少 你这样的话 没有几十年的这个海棠这种经验哈 你很难说的一眼看出来是什么品种 然后呢告诉我们是一个长寿冠 好吧 这个呢我们也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哪一个品种 不过呢他们的养护都是一样的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土壤 土壤的话是用的这种沙壤土 就是不容易特别板结的那种有点那种沙质感 咱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进行一个肉盆 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 首先咱们第一步把表面的土去出来一些 你像咱们种花的时候也好 表面的土用不了多少 而且呢它有一些水碱啊 包括一些重金属啊 它都通过这种毛细作用都会细到上面来 把表面的土去一去 周边的土稍微去一去 有的话说可以洗根换土吗 其实冬天也是可以洗根换土的 要不然的话呢咱们就下期给大家直接来一个洗根换土的一个展示吧 有的话总是抱怨冬天究竟能不能 那简单的咱们就给这个打个分 咱就结束了 下期的时候呢我想着给这个洗根换土 给大家整一整这一方面的操作 好了总结一下这个苗情跟什么啊 首先说价格17块钱像这种苗子的话 至少在地里面也得涨个一年半载的 少说一年多说得两年 而且花苞数量啊不是特别的多 不是特别的多 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个品种的原因 这种是已经春化好的了 全国各地都可以买回去 一个月左右也都能开出花来 好吧 有的话说我现在可以种地上地摘吗 冬天的话我不建议大家买这种裸根苗去地摘 您如果说要买的话 我建议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去买一些苗来摘 会存活率更高一些 你像我们冬天糊润糊润的 这个就存活率很低的 好吧 苗情的话给到80分啊 综合评价的80分是有的 那是一个良好的了 所以说呢 花苞美不要总是说数价的不好 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努力在往好的去做 好吧 现在呢有关部门也是政府部门 加大了一个监管力度 对吧 你像刚才咱们说的带着那种标签 希望花苞美不要总是去污蔑一个地方 你这样显得或者地方有关部门也很有无能的那个样子 是祸从口出嘛 对吧 也不是说故意给它澄清 就是大家擦亮自己的双眼 尽量的呢去买一些一无一拍的 看一些个稍微评价比较高的 你千万不要买一些那种新手店铺 上来以后干个几万单的 我那天哪 是吧 很有可能已经要准备跑路的那种了 您就悠着点 好吧 买花呢 擦亮自己的双眼 好了 我是老花1眼花最转1 咱们下期再给大家讲一讲写灵换图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